徐女士说杭州拱树区广夜街288号这里的理发店 就她有印象的最早是一家漂亮宝贝 后来门店一再转手 先是变成至上再变成振轩 现在这里是陈轩 陈轩还是告诉我 他说你想用上面这个钱的话呢 他说还继续要充钱上面这个钱才可以用 徐女士说在至上变成振轩时 他还有几千块钱没用 具体多少记不清了 这笔钱没有进入陈轩的收银系统 一直在店里的一个本子上记着 后来他又在陈轩充了两千块钱 在陈轩其他门店也充值过 目前他在陈轩系统的余额有近四千块钱 这些钱说是可以在陈轩的其他连锁店使用 那我就闹了梦了 为什么要充钱才能用 不充钱就不能用 我有这么多钱 我等我用完了 充不充在我看我自己的自由 这位陈轩美发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是从别的门店过来帮忙的 具体情况不清楚 这些传播那个3月12号 我们这家店接下来以后 他们全部都走了 那当时就接下来的时候 他们一些顾客的本子有没有留 所以说现在这些东西 我们一切我们放假了 放假了只有在明年 然后过来 什么情况 对吧 这边有相应的负责人 他们比较了解 像我们过来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对吧 系统系统现在不是说不能用 也不是说干嘛 现在系统停了 只有我们留了一个 我们一个自己的系统 征券的钱 你是一分钱 它是少不了的 但是智商的钱 我这个我也不懂 在收银台一角 放了好多笔记本 在许女士的要求下 工作人员拿了本子 供许女士翻阅 后来许女士找到了之前的记录 显示还有两千多块钱 许女士说 这就是之前智商留下来的钱 或者是你他想用钱 我的这边钱 我也可以给你认 对吧 相当于就是 他在这边我们开一个会员 然后我们这个钱给他认就 沟通过后 这位工作人员表态 如果是在阵萱经营的时候充值 余额可以继续在店里使用 但如果是在智商充的值 需要许女士再出点钱 让他们不亏本 许女士后来再充了500块钱 店里同意 之前智商的钱可以继续用 他打算抓紧把剩余的钱用完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